大家好,我是藤原流 今天我要在節目跟大家分享的是 Espresso Point出品的景品 写萌騎士團版本的ASNA 刀劍神域的動畫已經出一段時間了 女主人公ASNA的景品各家出了不少 除了朋友送了婚紗版和SQ的黑色血蒙騎士裝之外 原本近期都沒有讓我想特別收藏的 而這款景品吸引到我的原因 在於這次視覺上給人的躍動感 照設計來看 披風有於離心力的關係 而整片呈現散開飛起的感覺 帶動了整體的動態感 披風前方與頭髮旁的藍色特效件 也順勢帶動了整體的氛圍 頭髮的飄逸感也是超級美的 完全還原了動畫中看到的感覺 正面的臉部表情神韻沒話講 前額的瀏海才是正常的版本 前陣子我們看到那個組裝模型 那個髮線失敗忍不住還是想拿出來講 失敗到不行 我們從圖片比對一下就知道差異到底有多大 再來就是這產品似乎很強調 披風下方的風景 底座這次設計感覺特別的高 也許目的是為了呈現 披風下的細節嗎 我們可以透過高高的台座 看到呈現出來絕對領域 以及一雙漂亮的美腿 配上白色的過膝襪 這個就讓各位紳士們喜歡的人買回來自己品味了 阿斯納在刀劍神域第一季中 有的武器是白色劍身的細劍 閃爍之光 Lamblant Light 能使出連男主角同仁也看不清的高速準度連擊 而擁有閃光這個稱號 從這次的景品我們可以看出這劍身上的細節也有非常棒的表現 總結一下 我認為這是所有阿斯納景品中表現上滿還原的一個經典 以血蒙騎士團的閃光而言 這組匕首 因為真的太香了 真的要挑剔只能說 散出整片披風的關係 這組需要站位的空間 稍微比其他組大了一些 我個人整體感覺是越看越喜歡 因為 經典又還原動畫設定 超香的阿 喜歡節目的朋友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興趣討論或建議歡迎 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藤原流 我們下次見 在影片下方留言 請看 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了 請按讚 在影片下方留言 請看 請看 感谢观看